而经济的变化也影响着这些地产大亨 在资产上面的移动 我们来观察的这位 就是香港的地产大亨李嘉诚 过去很多的资产分布在中国跟香港的同时 慢慢的也有移出的迹象 来看到8月19号 长江基建集团 在英国的伦敦交易所第二上市 而事实上这个上市案 大家都在分析说 其实可能是一种政治的保险 因为经济衰退的情况之下 香港没有办法吸引外资 所以第二上市可以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本 而事实上李嘉诚的撤出有机可循 从2023年开始 你会发现在香港九龙的新建案 就已经打了七折 而事实上2024年今年一路以来 包括了4月5月到7月 有很多的建案七八折卖 或者是降价32% 甚至在你看到包含了东莞等中国的建设 直接五折的来抛售 再再的都显示出 目前资产是有意识的移到海外 而事实上在这样转移的过程当中 也希望买了更多的保险 确保自己未来资产在转移上面的安全性 哈喽我是易锦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